刚才这个甜瓜我们已经开始去收粉了 蘸花收粉 通过蘸花和瓜胎去提升这个甜瓜的作果率 关于这个甜瓜 流瓜或者做瓜这块问题 你想一般甜瓜是单腕整枝 单腕整枝一控制 利用紫腕和松腕 去结瓜流瓜 它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然后等这个紫腕或松腕出现了一个雌花以后 这个时候我们用氯比尿 氯比尿 就是0.1%的氯比尿 然后基本上根据温度 温度高的时候浓度适当降低一点 温度低的时候浓度可以高一点 你看唐家给你指导了说明书的吸尸倍数 去吸尸 然后把这个花和瓜胎全部占进去 待个两秒三秒钟以后 然后拿出来以后呢 用手轻轻一弹 把上面多余的药液给它弹走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一次 填瓜的一个受粉 这样的情况下你瓜接出来以后 一个是它很少会出现化瓜 再一个呢 很少出现裂瓜 还有一个呢 会降低填瓜 歪瓜那种 为什么要弹一下呢 实际上把多余的药液弹走 不至于到时候 一边膨大了快 一边膨大了慢 出现那种歪嘴的形状 所以说呢 在这个甜瓜受粉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一点 再一个呢 关于这个甜瓜的受粉药 一般都是滤比尿 市场上有很多 什么甜瓜专用的受粉药 还有东西 实际上专用的 它里面的成分还是滤比尿 还是滤比尿 是不是属于换汤不换药的 这种情况 因为打上滤比尿 它这个价格卖不上去啊 是吧 所以说呢 他们会换上个名字 然后用什么 微量元素的一个登基症啊 也不敢用农药登基症 用微量元素登基症 去卖给大家 然后会抬高一下售价 所以说呢 我们用常规的滤比尿 0.1的滤比尿都行吧